一目十行 马上写一篇文章我看看 果然萧刚为辉而旧写成了一篇幽默的文章 梁武帝高兴极了 这孩子真是像东俄王曹氏一样有才气啊 萧刚平时读老情书 他的读书系都极快能一目十行 在他十一岁那年就被任命为宣慧将军 能有条有底的处理事物 公元五百三十一年 梁武帝长子萧统去世了 萧刚被立为皇太子 后来萧刚因为战乱政变而被害死 但是他的少年后学一目十行的故事 却被流传下来了 成语一目十行形容读书速度极快 聪慧过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